欢迎大家来到牛客网程序员比试面试专题讲座 我们本期讲座是与二叉数有关的内容以及相应的高频面试题 请把一段纸条竖着放在桌子上 然后从纸条的下方向上方对折一次 压出折痕后展开 此时折痕是凹下去的 也就是折痕凸起的方向指向纸条的背面 如果从纸条的下方向上方连续对折两次压出折痕后展开 此时有三条折痕 从上到下一次是下折痕 下折痕和上折痕 给定一个整数N代表纸条从下方向上方对折的次数 请从上到下打印所有折痕的方向 首先请观众朋友们按照刚才的说法 折一下整个过程 那么第一次对折的折痕为下折痕 第二次对折后 会在第一次折痕的上下两侧分别产生下折痕和上折痕 第三次对折后 会在每一条第二次对折产生的折痕的上下两侧产生下折痕和上折痕 以后的过程都是这样 对折I次之后 会在每一条I-1对折时产生的折痕的上下两侧 都产生一个上折痕跟下折痕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折痕的结构 你会发现所有折痕的结构是一颗满二叉数结构 在这颗满二叉数中 头节点为下折痕 每一颗左子数的头节点都为上折痕 每一颗右子数的头节点都为下折痕 那么从上到下打印所有折痕的方向的过程 其实就是二叉数的先右再中最后左的便利 用低规方法可以很容易的实现出打印的函数 一颗二叉数原本是搜索二叉数 但是其中有两个节点调换了位置 使得这颗搜索二叉数不再是搜索二叉数了 请找到这两个错误的节点 如果对搜索二叉数进行中序便利 那么出现的节点值会一直升序 所以如果有两个节点位置错了 就一定会出现降序 如果在中序便利时 节点值出现了两次降序 那么第一个错误的节点 就是第一次降序时较大的节点 第二个错误的节点就为 第二次降序时较小的节点 比如原来的搜索二叉数 在中序便利时节点值依次出现 一二三四五 如果因为两个节点位置错了 而出现一五三四二 第一次降序为五和三之间 所以第一个错误的节点为五 第二次降序为四和二之间 所以第二个错误的节点为二 把五和二换过来就可以恢复 如果在中序便利时 节点值只出现了一次降序 第一个错误的节点为 这次降序时较大的节点 第二个错误的节点为这次降序时较小的节点 比如原来的搜索二叉数 在中序便利时节点值依次出现 一二三四五 如果因为两个节点值位置错了 而出现一二四三五 只有一次降序为四和三之间 所以第一个错误的节点为四 第二个错误的节点为三 把四和三换过来就可以恢复 寻找两个错误节点的过程可以总结为 第一个错误节点为第一次降序时较大的节点 第二个错误的节点为最后一次降序时较小的节点 所以只要改写一个基本的二叉数中序便利就可以完成了 改写地规和非地规的实现都是可以的 从二叉数的节点A出发 可以向上或者向下走 但沿途的节点只能经过一次 当到达节点B时 路径上的节点数叫做A到B的距离 比如大家看到的图中 节点4和节点2的距离为2 节点5和节点6的距离为5 给定一颗叉数的头节点HEAD 求整颗数上节点间的最大距离 一个以H为头的数上 最大距离只可能来自以下三种情况 情况1H的左子数上的最大距离 情况2H的右子数上的最大距离 情况3H左子数上离H左孩子最远的距离 加上H本身这个节点 再加上H右子数上离H右孩子最远的距离 也就是两个节点分别来自H两侧子数的情况 三个值中最大的那个 就是以H为头的整颗数上的最远距离 根据如上的分析 我们设计解法的过程如下 步骤一整个过程为后续变利 在二叉数的每颗子数上都执行步骤二 步骤二为 假设子数的头节点为H 处理H的左子数得到两个信息 左子数上的最大距离 即为Lmax1 左子数上距离H左孩子的最远距离 即为Lmax2 处理H的右子数也得到两个信息 右子数上的最大距离 即为Rmax1和距离H右孩子最远的距离 即为Rmax2 那么Lmax2加1加Rmax2就是跨H节点的情况下的最大距离 再与Lmax1和Rmax1做比较 三者中最大的值作为以H为头的整颗数上的最大距离 并返回 步骤三 Lmax2加1就是H左子数上 离H最远的点到H的距离 Lmax2加1就是H右子数上 离H最远的点到H的距离 选两者中最大的一个 作为H数上距离H最远的距离并返回 那么如何既返回H为头的数上的最大距离 又返回离H最远的点到H的距离呢 其实可以用返回长度为2的数组的方式 或者用加入全距离量更新的方式来实现 这要求面试者对于二叉数问题 在实现时对于地规函数的掌握 必须游刃有余才行 二叉数的题目很多 希望面试者加强练习 尤其是对二叉数变利过程的改写能力 一定要熟练掌握 给定一颗二叉数的头节点HID 已知其中所有的节点值都不一样 找到含有节点值最多的搜索二叉子数 并返回这颗子数的头节点 例如大家现在看到的图一这颗树 最大搜索子数就是图二这颗树 以节点Node为头的数中 最大的搜索二叉子数 只可能来自以下两种情况 第一种 如果来自Node左子数上的最大搜索二叉子数 是以Node左孩子为头的 并且来自Node右子数上的最大二叉搜索子数 是以Node右孩子为头的 Node左子数上的最大搜索二叉子数的最大值 小于Node的节点值 Node右子数上的最大二叉搜索子数的最小值 大于Node的节点值 那么以Node为头的整颗树都是搜索二叉数 第二种情况是 如果不满足第一种情况 说明以Node为头的数整体不能够连成搜索二叉数 这种情况下 以Node为头的数上的最大搜索二叉子数 是来自Node的左子数上的最大搜索二叉子数 和来自Node的右子数上的最大搜索二叉子数之间 节点数较多的那一个 那么通过楼上的分析 求解的具体过程如下 一整体过程是二叉数的后续变力 二变力到当前的节点即为Current 先变力Current的左子数 并收集四个信息 分别是左子数上最大搜索二叉子数的头节点 节点数 数上最小值和数上最大值 再变力Current的右子数 同样收集四个信息 分别为右子数上最大搜索二叉子数的头节点 节点数 最小值和数上的最大值 步骤三 根据步骤二所收集的信息 判断是否满足第一种情况 也就是是否以Current为头的子数 整体都是搜索二叉数 如果满足第一种情况 就返回Current节点 如果满足第二种情况 就返回左子数和右子数中 各自最大的搜索二叉子数之间 节点数较多的那个作为头节点 步骤四 到底如何在一个函数中返回四个返回值呢 实际上可以用全局变量更新的方式 或者是返回长度为四的数组的方式 来达到这一目的 其实整个过程的难点在于 面试者如何设计整个的地规过程 并且达到收集四个信息 在本层的地规函数中处理完之后 把这些信息整合 属于自己这一层的地规信息的四个信息 再组织好返回给它的上一层的过程 是不良的 那可以用一个美仇的的地规定 去未来就能够的函数里面 现在间真的不认为 这张的地规定